马克信箱10分钟啊 10分钟各位各位 Let's go 嗨 欢迎来到今天的马克信箱 欸 给我没按 白痴喔 好险 嗨 欢迎来到今天的马克信箱 你好 我是欧马克 大家好 我是玛丽 我们今天呢又来到这个多苦多难的录音间啦 真可怕就是今天呢 因为上一次音档成功了嘛 所以我们觉得 我们的磁场跟这个录音间应该已经match了 太天真了 结果刚刚呢就是我们一切setting 差不多说欸 差不多开始录咯 要录之前这位大哥他就喊了一句 我一进录音间看到这台机器 我就想到非常非常重要一件事 是 我没带记忆卡 这不就是我们第一次来到这间录音间 发生一模一样的事情吗 还好你不是像那个反正我很闲 就算没有带卡 太怕出包了 印录 印录 怎么肯 我就骗你来这边然后都set好以后 然后印录然后最后才发现 如果真的有个很胆小怕事的人 然后他是负得录音的 他发现他忘记带了 他又很怕出包 如果两个人又是没那么熟 他又被印说 我试试看这三台手机的收音 有没有可能救成功 不可 然后就是回去拿 疯狂试试看就什么什么降噪啊 抗什么的抗什么的 弄一弄 然后最后 他还说 其实那天我没带记忆卡 那你为什么不说呢 我怕被骂 真的不行耶 告诉大家 不管你跟那个人多不熟 就是你专业上面的事情 你没有做到就没有做到 你就要说出来 就算你当下被骂 也好过于 所有人都已经付出了以后 才发现那个东西救不了来得好 而且所有的东西 不管你是拍照 然后录影 只要跟机器有关的 原始当好 基本上后面 你要怎么调 随便你弄 没关系 你可以复原 一开始插 你后面要怎么救 都非常困难 所以这件事情 有在新书里面教导大家吗 职场的大家 你说要认错这样子 一开始就要懂了认错 我们新书来信的大家好像没有写到这个 说我害怕 就是 其实那是我的错 可是我害怕 所以我没有讲 好像没有这一题耶 对 因为我们的职场好像是 真的是做几年之后的困扰 没有真的很菜的菜兵来写信 就像我永远记得 那时候我刚做电视台的时候 然后那时候电视台就是 你拿到档案嘛 然后档案就是 其实我也忘了那原理是什么 你要过一个档过去 反正要过过去就对了 那个时候呢 在那种机台就是你知道 你想像中那种 很像是你看一些影集 不是会有比较大台机台吗 超级旧 而且最奇妙的是 二十几年过了 电视台还在用这个 然后它会有一些像涡轮 你在快转 真的是我不知道 反正那个时候就是 它也不是一个很直觉是什么 copy 然后按什么按什么 它就说 你这个要过过去 你千万要记得 你不能不小心 同时按到什么跟什么 你不小心按到那一个钮 洗掉哦 洗掉 都没了哦 洗掉这么难 这么复杂的 不是应该要你 按八只手指 才能同时洗掉 你要是一个这么难的关卡吗 而且我想说 谁会把东西洗掉 谁会 哪 我 你有洗过 我洗过 我跟你说 那时候就是 我要过那个档的时候 假设可能Ctrl C 我看到按成Ctrl C 隔壁那个按钮 哦 就是Ctrl V啊 就是贴上嘛 你这个举例很好 因为的确 你把这两个搞混 你会把那个东西贴掉 它就不见了 不见了啊 然后那时候我就想说 教大家 你可以再按Ctrl Z 它就会复原了 哦 但那个没有嘛 所以那时候我看到那个 画面是 你知道那画面像 雪花被洗掉那瞬间吗 新凉 凉起 凉起 而且人的反应就是 我觉得如果你反应很快的人 那一秒你可能马上按暂停 可是我真的是认住了 我想说 靠 这什么 你要想再想这个的时候 又跑了两秒 两三秒就过了 所以就是那一整集的袋子 两三秒是不见的 然后我就是 我按暂停之后 我好像在那边 我想一下 思考一下人生 对 我 我要怎么办 就是 我可以跟谁求救 而且我那时候很菜哦 我真的是刚进去 刚进去而已 然后那时候我马上去找我同梯的 就是那个 李阿嘎 他就是也是 他就想要操作那个机台 然后 你就是没有救啊 然后我想说怎么办 那时候我就认知到我是一个 非常害怕面对责任的个性 就在那一瞬间 我认知到我的本质 我很怕是不喜欢争执 然后那个让我真的是太痛苦 所以 可能会导致我以后 很不喜欢做决策 就是因为 这个记忆会一直回来 我怕我做一个错的决定 后面那个我真的是承受不起 他就带着我 去找我们的小主管 然后就是 我 怎么了 怎么啦 你们干嘛 我刚刚不小心把那个带子洗掉 他就想 什么 他瞬间就是抱着那些东西进去 然后 我也不知道他一直操作什么 因为我脑中真的一片空白 他可能就是把东西 把它捡 结紧一点 对 结得顺 然后干嘛 就说 好了没事了 以后你们真的要注意 什么扭叫什么扭 是洗掉的你 千万 他没有暴怒大骂 对我真的觉得他最战的是他没有大骂我说你这个弱智 你这个白痴就搞什么 他没有他就说就是这个真的是要注意的事情 所以我也很感谢那个带我的主管 他不是 也许他如果用破口大骂的我会造成更多的阴影 我可能从此会放弃我的人生 我就真的更逃避做所有要做的设定或干嘛 都碰都不想碰 我觉得有些人会害怕机器 就是我觉得碰机器是有某种压力 我也蛮属于这种人 就是很怕出错 苏小姐就是很爱拆机器 我不懂 明明他很爱拆电风扇 他把它拆到就是你经过一些电气行 门口会散落零件 他就是会拆到这么细 他没有一次装的回去 我们今天为什么聊到这边来 因为一开始我超级快递 总而言之我们又回到了蘑菇mushroom 应该是不会出错的 好的我们今天要来回信 然后一开始我在超级快递来的路上 我就听了几集的日文podcast 学到一个新知 你知道感谢日文 ありがとう 的汉字 要怎么写吗 阿里嘎都 阿里嘎多 不是 阿里嘎都 有 阿里嘎都 有 不可能是新啊 利也不对啊 有什么 答案是难 慕斯卡系的那个难 有难 讲这个你好像就觉得 对好像有看过 然后呢 这个日文老师就在解释说 阿里嘎都有难 或是有难呢 其实就是我们要跟他表示感谢的时候 常常都是因为 其实我也知道这个很困难 然后你帮助我 我有难 然后你帮助我 所以我要表达感谢 然后一知道这个汉字以后觉得 哎呦 很像学台语文的那种感觉 就每次台语文的要对应华文或是汉字的时候 他有一个那个古音 然后对起来就觉得 哇 感觉来了 对对对 就那个古文或是古中文的那个感觉很有很有韵味啊 哦 ありがとう 说到了日文呢 我昨天还在Instagram上面收到一则私讯 也跟日文有关 就是我们前一阵子呢 有一支短影音在讲说 你最喜欢的emoji是什么 然后不是就是笔啊 对对 那个人呢 就是感觉是来自于日本的 他说emoji 我们都念emoji耶 然后一开始我在想说 我知道了 分かりました 言文字でしょ 没错 就是这样子 所以一开始我看到的时候 我说 质疑我 不是 因为他还说了说 还是你们那边都这样念 这样子 然后我说 不是我们这边 全世界都这样念 然后后来我看了一下 他来自于日本 我就想不对 日本才是 A是那个绘画的绘 四言绘的绘 是A 所以emoji emoji是文字 文字烧 emojiyaki也是那个 所以emoji 的确应该最原始 它就是日文 它叫做emoji 所以是整个世界都念错了 因为英文有两种念法 然后还有台湾可能比较常念emoji 我看到那则 对耶 还念emoji 所以emoji这个字 最早是日本来的 对啊 就日本人在用那个言文字啊 它才变成了英文啊 是日本人打造世界这样子 做了一个英文单字 很棒吧 我们今天要来回信了哦 今天的第一封要回的就是 你们现在会念这个字了吧 emoji emoji 没错没错 请问那个信封是不是有点想要 模仿我们的快速通关 就是会觉得好像大概会有点像 我们就会先念 而且厉害的是啊 它外面呢 是像我们第二本的快速通关 里面那页是我们像我们第一本的 超像 很厉害耶 哦 吊出了200元 奇勒 我一打开就看到传教式体位 你可以用手指做出传教式体位 那手指做出火车便当 还有什么 狗爬式哦 狗爬式体位 69体位 69应该是最简单 就 对就这样吧 你是不是最常玩的就是69 色戒 色戒 回温针式体位 回温针应该也是这样 回温针就69吧 通常我也不是有折起来吗 这样子哦 我有点忘了 这样子吗 哎这段也是不能剪精华啦 怎么播 为什么 哎这个都要整个打码耶 哎你还没回答我 你是不是最常玩就是69 我干嘛跟你讲我最常玩什么 你好好兴奋啊 讲到这个色的啊 今天早上 我们一封信都还没回 已经过了10分钟 不是啦 我只要说 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 我亲给目睹一个很大的 我忘记是哪个社群平台 反正就是很像 比如说什么 LVogue杂志之类的 欧美他都分享一件 很漂亮的照片的 他整个IG被倒耶 狂发色情的 就是你要想象 比如说Vogue 他有一天发个影片 是一个女生 就是看起来是场景 蛮漂亮坐在床上哦 然后就这样聊天 然后突然掀起来 然后大露乃 然后我跟就一家两家说 这个账号 哇你们有看到这一瞬间哦 很赞耶 他已经发了两篇 还三篇色情的东西 他都还没有删耶 我觉得他们这个公关处理 有点太慢 然后还有其他就是 有一个小缩头 我不敢看 很像是那种窒息室的 因为是月女人在床上 然后只有一张手 那个紧来捏 然后就很痛苦 那个我就不敢点开来看了 然后还有一个是 跟着一个全裸的女生 风之错约 然后走在比如说巴黎铁塔 那种饭店走出去 然后全裸站在那个阳台这样子 但都是美的 三台都是好的 然后全部都是 整体氛围 还是其实还是有点 HIGH 就是有点低级的感觉 细思会觉得场景是有点假 但是你乍看我还会想说 哇是分享一些艺术的东西吗 所以我觉得人真的是很 很妙 就是你知道这个东西好像在分享一些艺术东西 他们就被色情到账到到了 你还会觉得说 应该是一些 就是品牌的概念嘛 有时候那个品牌升职人心 你会觉得 嗯这一切一定有原因 可以回信了吧 玛丽玛克你们好 我想要分享一下 我跟男友吵架的无聊小事 我们没有同居 但一个月呢 会出去外宿一两次 有时候呢 是出去玩在外县市住 有时候呢 可能是单纯的住商旅 上周末啊 我们一如往常要住外面 我就上booking订了 落机 还是因为落棋啊 就那个绿色 跟这个很像 后来check in的时候呢 发现金额跟当时订的时候 差了200 但因为呢 我是用外币匹别 所以我查询以后 就不觉得怎么样 进房间之后 我发现 我订错了 我订成了双床房 男友表示他的不满 他让我去问 有没有房间可以换 我们要一大床的 问了之后 没有 为了平息他的不开心 我直接升等 我直接加了1000 升等完之后呢 就上去跟男朋友说 可以换房间咯 他就问我说 你交多少钱 我就撒了谎 我就说500 后来他问我 一看签单 立刻被戳破 男友超级生气 他说 我最忌讳别人说谎 但我想说 我大大小小的谎 都爱说啊 比方他问我美甲 做多少 虽然不是他帮我付的 但我就是会想要谎报 然后他就说 我要升等 都不用问过他 很不尊重他 我觉得好烦哦 他老是介意CP值 当下他又拿出了booking刷 给我看同等价钱 有好多很棒的选择 傻眼 我心想 那你有种 你就拖着行李出门再订啊 什么怪怪的理论 最后的最后 他罚我写2000字 用稿纸 内容不限 哇这是要怎样 好变态哦 回过书哦 我后来上网找了圣经里 有出现说谎 欺瞒的篇章 照着超满2000字 但我完全没有什么忏悔的感觉 by the way 男友说他很生气 但是还是有刑防哦 在 零能力要出现了 怎样 没有没有 本来就是因为我先讲传教室 没事没事 大家没事 在传教室体会的时候 男友一如往常 闻了我的脚趾 话说 我这样爱说小谎 小奸小恶的是混蛋吗 男友叫我发血 他是有病吗 然而我也写了 我是有病吗 谢谢马克玛丽的数位数洞 愿大家没有那么多drama 一切平安 斗内200元 2024的 你容我容 爱说小谎 小奸小恶的是混蛋吗 就如果你每次都是想要 把那个钱抱低一点 抱低一点 我猜是因为你知道 你只要讲出来 你就会被男友骂 对啊 我就是不想被骂 这跟我们一开始不是一样吗 我就不想被骂嘛 所以我就杀这个谎 然后重点就是 这钱是我花的啊 对啊 对啊 所以你会爱说这种小谎 小奸小恶 那个源头可能是来自于你的男友吧 你的男友真的很在乎CP值 我不知道 你有没有把那一篇就是 咖啡攻略传给他 他还是他会说 干老子早就知道 本来就要点热咖啡啊 啊 在下面 其实那一篇就是出来之后 下面有很多很多 不管是制造咖啡机的 做咖啡的 在便利商店的 或是咖啡店店员 其实都有讲说 如果真的是厉害的冰咖啡的话 那个冰咖啡 它本来的咖啡浓度 就会比较高一些 因为它会先预设 你会加冰块 然后那个冰块水会溶掉 溶掉了以后才是咖啡的比例 这算是其中一种 负责任的冰咖啡制造者吗 另外呢 我知道很高级的冰咖啡 就很纯正的冰咖啡做法 他们真的会是 做了咖啡 然后他们的冰是用冰杯 跟用冰镇的 的冰咖啡 不是加冰块的 然后也有很多人说 我觉得人去接收讯息的时候 真的蛮有趣的 那一篇呢 看起来明明就在说 这个男的非常的夸张 为什么要介意 热咖啡跟冰咖啡 那几个冰块 可是下面 掉出了超级多 以此自豪的人 你说他知道怎么样是最厉害的 就是他说 对啊 所以我都买热咖啡 我都拿去冰 他们非常开心 我吓到 讲到因为这个节点开心 昨天呢 我们两个人一起去吃了某间餐厅 吃完之后 我们叫大家节约 我们要去工作嘛 在节约上 他就突然哦 拿出手机这样按按按按按按 然后再除一个很奇怪的数字 除出来之后是什么 0.015 就是我想说你在算什么东西 他就说 哦我想算一下刚那个餐厅 回馈我的接口币 回馈我接口币 那个数字是正确的吗 他算成这样想的量 我就说那 他回馈你的是多少钱 他说台币一块钱 什么啦 不是啦 不是台币一块吗 我们吃了500多块吧 然后他回馈我15块啦 然后除出来呢是0.29 因为节口币要回馈3% 然后我在想他有没有回馈3% 对啊 我只是想要看看啊 然后就除出来分0.29 嗯没错是3% 对对对 很惊人耶 这有什么好惊人 这只是确定 有没有到3%吧 我又没有说 诶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他少我一块钱 我们要回去那个店家 跟他距离力证 而且那个回去也没有用 因为那个是系统设定的 你然后 对啊就是系统设定 你还要质疑 系统也是会出错 我没有质疑 我只是想知道 因为有时候可能是 他有那个活动期限啊 然后我还傻傻一直用这个 我就要换回我原本的卡 嗯 我又没有爱到你 你在结束了吗 结束了啦 我没爱到你耶 我们做节约都没有拿手机耶 也没有看社群耶 我只突然拿出来计算机算一下 马克玛丽这些风告白信 出社会后的两份工作 都是你们陪伴我度过的 听着很多生活中的难过 也就这么过去了 我非常喜欢马克的情绪高张 我都在话图的时候吓一大跳 我以为有人闯进我房间 你们的笑声给了我很多能量 毕竟人生在世 没什么事是大笑三声过不去的 如果还过不去 就在笑六声吧 那就在十声吧 然后这封信呢 应该是跟 ice cream一起记的 我们的冰 是我吃过全宇宙最好吃的 绝对不是自肥 那想要分享一下我的插画账号 是ELE底线0 底线O 里面是我画的小像 会努力勤劳更新的 by the way 现在呢 虽然我们可以看到影像板 他觉得很赞 可是就觉得 好像就没有广众的片头来了 有点难过 你可以回去听podcast就有了啊 嗯 对啊 好的 感谢你 洗酒子 这个一样跟冰淇淋一起来的 来自于Jays 2013年呢 阿姨带着表妹飞到美国 宾州大学学做宾 你们的宾是去宾州大学学的哦 回台湾后将技术理论 通通传授给仪仗 没想要仪仗是个超有想法的实践家 研发了超多美味又特别的口味 像是咸甜的太妃糖金沙 以西班牙冷汤为灵感的南瓜起司培根 哇 这听起来真的很创意 广受好评的酒系列 我必须要说 他的酒啊 真的浓 你说试酒的人应该会很喜欢 嗯 真的浓 更有为了老人小孩糖尿病患者 还有饮食控制的人制作的赤藻糖系列 也有常见的什么马达加斯加香草啊 蜜橙巧克力啊 草莓 蔓越莓啊 伯爵茶啊 经典的不败口味 初衷是要给自家人吃的 在选择用料上 自然都是挑选高品质的食材来制作 总而言之 希望能将阿姨一家用心制作 满满诚意的好吃冰淇淋 分享给马克丸玛丽 还有各位点友 有兴趣可以追踪IG ELEFANTASIA底线 ELEFANTASIA底线 每周都会更新新口味哦 好 祝大家吃滴滴 大炭情 每周要更新新口味 是蛮难的一件事情 今天的马克丁香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了 我已经拆了这封了 拆了一个段落 那我们就星期四再回 怎么样啦 平常你都可以说再来一封 CEP只要注意 CEP只要注意 我现在这封再回下去 我这个给Ray的剪辑费要是加钱了啦 马克丁香跟你说真的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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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